BPI M2 SSH Server 的问题解决 请使用最新的做出来的版本 因为在 SSH Server 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错误讯息 它的问题在于 SSH Server 启动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在 VAR 底下的 RUN 下面有一个 SSH 的资料夹 发生的原因不明 所以我使用了开机的时候 自动帮系统把这个资料夹建起来 建起来也先把 Open SSH Server 安装起来了 所以你的操作值变成会相当顺利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的对外的无线网路 IP 是 192.168.69.66 那我们现在在外面这一台机器 那我们要执行的安装过程就是 SSH 打身份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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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192.168.69.66 第一次它会问你 YES 或 我先会问这一个 先会问这一个 那你要打 YES 通过它的认证然后再打密码 这个时候当然在 Linux 下它是盲打 它是盲打 所以你就要打完按下 ENT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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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密码打对了以后就直接进来 进来就可以看到目前这里面的是 PI 下面的机器 好 它是 BPI IoT dash 什么东西 好 这样就可以进行 SSH Server 连线 也可以进行原端控制 好 那 VNC Server 也一起装起来了 所以你要执行的话 你可以执行 VNC Server 那里面有好几个 你可以执行 TIGHT VNC SER 可以执行这个 你也可以执行 你也可以执行VNC SER VER 启动VNC Server 然后你再进行VNC的连线 那这里就不赘速 一般的话我们指令模式多数会用 SSH 连线 这远端控制的部分 跟老师示范到这里 ave彼此